越岗大湾区规划即将出台 当地时间2月12日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生 在谈及大湾区规划时表示 香港背靠祖国 目标是发展成为国际创合中心 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一国两制 蔡冠生认为 即将推出的大湾区规划 在社会民生和商务交流等方面 能为大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便利 香港在其中的定位非常明确 在这个未来的世界级城市群当中 香港兼容并蓄 中西交融 拥有着明显的优势 这个优势就是一国两制 香港的优势 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优势呢 就一国两制 香港虽然是小的 但两制底下 我们发挥我们金融中心 这个航运物流中心 商贸中心的地位 所以来计我们经常都说 香港是一国的底下 我们等于是 好像北京 上海一样 香港都是国家一个城市 在两制底下 我们是金融中心 我们是纽约 又是伦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优势 两个制度底下的优点 我们香港都具备 蔡冠生说 香港的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 让香港拥有极大的自由度 近来 越港澳三地陆续出台不少措施 亦在加强服务贸易自由度 产业互补 资源共享 交通互联 信息互通等方面合作 进一步降低 三地融合的障碍 蔡冠生认为 这些做法对于建设国际级湾区 非常有益 国家肯定 希望做一个超级的城市群 对接全球最好的城市群 这个一个想法 另外一个 怎么能够把越港澳大湾区 融在一起 就是一小时生活圈 因为我们考虑的 不光是工商界 除了工商以外 生活啊 就业啊 医疗等等的 那么现在这个大湾区 我觉得他们考虑的问题 跟以前不一样了 蔡冠生表示 大湾区不少地方 出台的便利措施 对于鼓励青年人才创业 促进三地人才流动 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对青年人来说 我觉得现在最关注的一条 除了那个便利化以外 最重要一条就是 港人港税的问题 我的看法呢 这个是一个关键 除了这个以外 怎么能够方便他们便利化 人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 才能够吸引他们 我觉得呢 怎么全面的那个开放跟对接 是非常关键 当天香港中华总商会 在香港举行一年一度的新春酒会 蔡冠生代表香港中华总商会 邀请香港政 商 法律等 各界知名人士 共聚一堂 共同庆和新春 共同庆和新春 共同庆和新春